继续来关注华人社区的消息 洛杉矶华人资讯网3月3号 记者Cindy独家报道 在静治啊 这我们常去的一个plaza 罗兰港的钻石广场 发生了一起汽车打杂事件 华裔苦主表示 这光天化日之下也能够被砸车 实在令人有点防不胜防 李先生是在钻石广场 Damon Plaza上班 他说案件发生在2月28号的中午 当时他正在和朋友吃午饭 同时看到了他的车怎么一直都在闪呢 提醒他赶紧去查看 他也认定应该是自己的车发出的警报 但当时呢他光顾着吃饭 没看 所以呢就把警报给按掉了 他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的汽车被砸了 那么直到他晚上下班的时候 当时天色已晚 他没有直接看清楚汽车的状况 开车回家了 他上了60号高速公路 总觉得背后的风很大 噪音也很大 回头这一看才发现 这汽车的右后方的玻璃被砸了两个大窟窿 不知是不是李先生按掉警报的动作 令小偷很快的以为主人被察觉了 因此很快逃走 总之呢财务没损失 损失的是几百美元的修车费 他苦笑说谁能够想得到 大中午的就有人敢来砸我的车呢 李先生坦言 他并没有报警 因为车停在没有监控的位置上 而车内的财务也并没有失窃 他觉得警方很难破案 同事呢 也碍于自己的英语不好 跟警察交流吃力 再加上报警又要务工等等原因 于是他只能够自认倒霉 修车了事 李先生将事情发到了社交媒体上 提醒大家 尽量把车停在有监控的位置上 网友渝王阿斯表示 他之前就停在YES Plaza的灯柱底下 正对着餐馆门口同样也被砸 而YES Plaza同样也位于罗兰港 距离钻石广场不太远 Matter的名字 请不吝点 not吝点赞 订阅明命